台后场 陶田跳杀出界 小天赢了 小天打不能巅峰陶田啊 这是2018年德国公开赛 虽然小天在德国赛上 拿到过很多个冠军 但是最精彩的比赛 还是这场战胜巅峰陶田的对决 2023年的德国赛即将到来 我们来看看当年的小天有多出色 第一局比赛上来 周天成就开启了疯狂的进攻模式 疯狂后又是一个突击得手 这球直接是杀追生 这场比赛的陶田似乎还是蛮多的 淘田的点杀直线 这个球居然也出现了失误 陶田的节奏确实是非常好 可惜自己还是失误了 这两个角度拉得太开了 周天成再来突击 这就比较简单了 小天的进攻打的确实是好 陶田有点防不住 又是一个跳杀直线 这种球是没法防守的 只能弄在原地 陶田也冷不了了 也来个跳杀 这都不是陶田的打法了 陶田打得太凶了 疯狂在进攻 陶田的预判出现了失误 最后小天又是一个跳杀 轻松拿下第一局 当然颠覆的陶田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被击败 第二局比赛 陶田也是比较轻松 就拿下了比赛 双方脱落到决胜局 决胜局上来 小天又彻底爆发了 直接一个透场的跳杀得手 全部都是突击 小天决胜局彻底的打疯了 雪范 又是一个突击 小天进攻太暴力了 而且他的进攻 很多这种大对角真的很难防守 发击发直接就是突击 换遍之后一两次找到机会 就是突击 淘天继续输 小天打了一波7比1 彻底拉开了比分 小天在场上打得游乐有余的感觉 淘天反而是着急主动进攻 没效果 淘天进攻去着急 那就真的问题很大了 因为即使是巅峰 他的进攻能力也不够出色 你看小天的扣杀 那就太轻松了 没办法防守啊 漂亮的放往后 又是一个滑派对角 淘天真的已经尽力了 再来一个跳杂得受 小天直接拿到比赛的赛点了 最后淘天一个跳杀直接出界 周天成在决战局用打比分轻松战胜的淘天 不得不说能够击败巅峰的淘天 真的是非常出色的存在啊